有戶主向我們求助,他說師傅收了他的錢 之後不見了人,從此找不到 地址也是假的,想告也告不到,怎麼辦呢? 我就提議,不如你收到他的帳戶吧 收帳並不限於裝修公司收個人 其實個人也可以收回公司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收帳公司是怎樣運作的 今天跟大家說說 正規則不犯法 銀行、電訊公司、跨國企業 很多都會用收債公司去處理收不到的款項 不成功就不收費 這一點就很保障債主 任何合理的根據都可以成為收債基礎 因為收債最重要快 所以是不需要一定根據法庭的裁脫去收債的 如果對方不同意的話,可以見面調解一下 當然不行 正規的收屬公司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人家欠你100元 最多收法是100元 然後再在100元裏 付回三成的費用收債公司 當然不要,每間公司都會收服務費 除非你想給多幾間 當然要 很大機會是我們持續給壓力去 去消錢給你 最多收債的收債公司 劉委託是要雙方同意才可以終止的 因為追債有時牽涉到很長時間的鋪排 如果可以隨便終止的話 對對方就不公平了 不過正規的收債公司 當它在板斧用完 要切走人手 它都會主動跟你說 終止合約 不會拖住你 這些工具 只是看電影才看到的 現在的正規收債公司 是文明、合法和港道理的